老師及各位幹部的支持跟鼓勵 其實當了四年的副理事長 我只是跟在理事長的後面跑 他去到哪裡我就跟著他走 所以說雖然對整個合一的業務是有一些的了解 但是就是怕這個能力不夠 所以需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 老師是說要培育一個副理事長也不容易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這四年學習了不少 但是在要領導一個合一這個團隊的部分 需要學習的地方非常的多 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 從那天晚上測驗來的地方 整個晚上都沒有睡覺 反倒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呢還有美華師姐 她說你服裝的部分我幫你承接 所以我們就這樣想到 大家都有願意來幫幫我來為這個團隊服務 所以我就覺得好我就來接這個任務 就在學習當中慢慢的來幫大家 再講一個有組織 有組織 有架構有團隊的一個合一團隊 那現在目前呢 就是除了理事長以下呢 我們會分三有三位副理事長 那這樣的話呢可以分到一些大家的業務 第一個副理事長他是管行政 就是會籍的部分 還有一個總部就是管收支的 另外一個服裝部管服裝 還有書籍部是管書籍 另外一個活動部就是管活動跟聯誼的部分 那另外第二位副理事長他是要各跟班的 班主任 副班主任總共是各班的關懷還有聯繫 第三位副理事長呢 是要負責合一中南部的推廣業務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這三位副理事長選出來 當然是由各位來自願 當然是最好 比如願要來做的話就有那個力量來協助 那其他的各個分部 我希望就是說 每一個活動部也是需要一個主辦 但是也需要有他的團隊 像這次嘉華師姐非常的幸福 他一個人 那雖然是秀蕊會幫他來統計這個習聰 也統計他的總金額 但是 重視的需要一個團隊來協助他做這個活動 那其他的部門如果大家也覺得自己能夠幫忙的話 就希望來任養 我們在1月19號就會開一個會議 就是從明年開始 我們整個的走向還有就是 聽韜營的籌備會議也要在那時候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來一起討論 另外我們有一個教學推廣總監 這個部分就是教學的推廣 還有包括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身心靈健康的講座也需要一位部長 另外還有聽韜營 專門負責聽韜營的 還有一個部分是教練培訓 還有分級輔導 那這個教練培訓分級輔導 它分有三個部分 一個是回春養生功的部分 有一個總教練 合一氣功有一個總教練 太極心拳有一位總教練 在總教練的底下呢 還有副的兩位副總教練 負責功法的教學 還有分部的輔導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呢 大家如果有心要為這個合一好的話呢 就是一起來共同成就 那自願來任養當然是最好 如果有一個部分沒有人 我會再去諮詢大家 來 以上報告 好 謝謝